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棒球运动逍遥游应有尽有 周六锁定周末喜羊羊 假日不会冷羊羊 周末喜羊羊 无智羊上场敬请收听 周末喜羊羊 我是吴志羊 每周六下午四点与您在空中相会 和您分享各种新鲜事 让您周末下午轻松又愉快 不会再懒羊羊哦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周末喜羊羊的时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胖卡 胖卡这个字 其实现在运用的蛮普遍的 大家在一些风景区 可能看到一些造型很可爱 而且胖胖的 看起来胖胖的 很可爱的里面卖一些什么呢 披萨啦 早餐啦 还有这个咖啡啦 他就像一个变形金刚一样 到了一个地方 几分钟之内就变成一个 可以做生意的一个工具 可是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 他是真正胖卡这个名词的首先使用者 换句话说 他是他发明的 其实胖卡并不是真的讲很胖的卡车 他其实是胖就是Shopan 我们讲的面包Shopan的这个胖 加上car车子 car改成这个卡 形容的也蛮贴切的 真的是一个胖胖的小卡车 那真正的这个教父啊 胖卡教父 他不是拿来卖面包的 各位 他是拿来 开着这个车子 载了一些电脑的设备 到全台湾最偏僻的地方 去教人家怎么运用这些设备 上网啊 上FB啦 等等的 教了很多的人 让他们知道怎么利用资讯科技来帮助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这个事业等等 所以他们获得了国际的数位社群奖 这个是台湾大概第一次拿到这样子高档的 这个在数位这个社群上面的荣誉 那所以我们今天啊 我们特别请到就是台湾数位文化协会的副执行长 跟我同性 我非常觉得荣耀吴哲明先生啊 我们都叫他Jimmy 来分享怎么样运用这个数位的科技 也可以做很多工艺的活动 Jimmy跟大家问候吧 志强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胖卡数位落差行动车团队的Jimmy 好Jimmy跟我们分享一下 胖卡一开始的想法是怎么来的 刚刚志强大哥有提到 其实在我们开始要走胖卡计划的时候 08年那个时空背景 其实3G刚好已经普及的蛮彻底了 那我们讲说到处都手机一开就有网路可以用了 那笔电那时候平板可能还不这么普遍 但是笔电带着就可以走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就可以到任何不会淋到雨 有电的地方 我就可以帮大家上电脑课 所以我们一群台湾数量化协会的伙伴就开始启动了一个假日行动 行动电脑教室 对它一开始是一个假日行动 所以我们就载了一点设备 然后就是一台可爱的面包车就启动了这个胖卡计划就下箱 这样子 所以你们一开始就是锁定了偏箱 希望把这些设备载到偏箱去教他们使用这些设备 对 对不对 那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们把地点也没有办法锁定的太偏 所以说这么远的地方 我们这用假日行动也没办法真的到那边 可能到那边就要过夜了 所以我们就会锁定一开始的这个巡回地点 叫不山不市的地方 不是山区也不是市区的地方 交接处 对 那我们常常在这个地方看到的东西是 往往资源不会到那个地方 因为我们其实在都会区里看到很多 像台湾有很多电子制造的厂商 做电脑做硬体很厉害的厂商 其实他们也三不五时就要做这些硬体的捐赠捐献 大家在电脑前面Google找到那些很偏的地方 有时候我们看到 但是可能资源到了 可是我们想要去做的事情是让那些硬体变得有用或有价值 因为我们发现台湾其实在做数位落差的政策上面 做了十几年了 那大家还是停留在一个就是给硬体就等于它的数位落差的问题被解决 那我们后来发现我们真的人车到位了 我们反而是最没有资源的 我不是有很多电脑可以拿去送的 不是送他们 不是抽奖 对 我不是圣诞老公公去送礼物的 那那个但是我们去看到这个现象就会觉得说 那堆了这么多硬体 结果可能就会变成小朋友的网咖 我们去了第一站到了这个台南的一个教会 这个教会里面照顾了很多这个新住民的子女 或者是弱势孩童 那做课后照顾 那跟这个教会的牧师聊完去安排课程的时候 我们第一进去还没开始上课就发现小朋友玩成一片 那时候08年大家玩跑跑卡丁车 我们这几个年轻人想说这个我们大学在宿舍也没有玩书人家 结果跑书 这个我们想要去教他的这个偏向的小孩还跑书他 他们是pro的 对 跑书他这样子 那我们那时候其实就很感慨 就说我好像觉得我要去 他觉得他有数位落差 他需要被帮忙 所以我们一个热忱 然后起了这个计划去到带了资源去到那边 结果发现他并不是不会用电脑 他就是卡丁车来跑赢我 那我们就开始思考了就是前几场跑完就想说我真的需要做这样的事情吗 到底他真的是 他需要你吗 他需要学电脑吗 他需要我跑这么远去教他吗 或者说我们后来想的是说应该是讨论我应该跑这么远一趟要教会他什么 而我是行动车我会离开 所以当我离开的时候我留下了什么 所以这件事情后来就变成我们第一个半年过后 我们就开始改变我们的策略跟方式 然后慢慢的把过去那些我们执行端发现致爱男性的地方修正掉 比如说我们可能去一个社区活动中心 想要其实我们最想要接触的是这些偏乡的长辈 他们可能过去的那个学习跟岁月里面 他们跟电脑是绝缘的没有关系的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让电脑这片荧幕也来陪伴他的生活 而不是只有八点档 只有电视这片荧幕 那可是我们在跟这个地方在做教学合作的时候 很多村里很热心啊 说你有这个年轻人要来免费教我电脑 当然好啊 所以那个村里长就会在这个广播 有想要上电脑壳的 晚上7点来活动中心 然后有那个免费的电脑壳 结果就看到一些画面 就发现我们之后要充分沟通啊 因为第一个现象是 我第二次再去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用同样的方式 所以我在安排第二堂课的时候 对象是完全不同群人 要重来 要重来 那我不可能去三次都教第一堂基础课 教他开关机不可能 那所以这个我想要教学落实的 要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被解决 那第二个部分是 我发现有一些现象是 因为用这种方式 所以最后沟通没有很准确的情况之下 可能是阿公阿嬷载着他的孙子来 然后想说是一起来上课就算了 没有他是 他觉得上电脑 学电脑 应该让他的孙子来学 所以他就把小孩放到活动中心 然后说 你们最多点 9点 9点 所以他有点像是 夏令营 夏令营还是免费的电脑补习班 所以我让小孩来学 发现这个事情不应该这样子进行 所以我们就是后来 大概过了半年一年内 我们就赶快修正我们的做法 希望把说 如果我跑一趟路这么远 去做的事情的效益是如此的低 那我离开之后 这些事情可能就停摆或归零 那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大费周章 老是动众做这个计划 毕竟我们是一个民间发起的计划 不是政府的什么规划 或是政策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做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概念 是做简单的事 让它有价值 对 所以你说我们去教电脑 有教什么很艰深的什么操作 城市设计 其实也没有 我们教的东西很生活化 很应用 那怎么样把这些生活化应用的东西 尝试跟这些乡村聚落 想要解决的问题做结合 所以我们后来以解决问题 这个为出发点 譬如说 我们曾经在林边的一个聚落里面 他们社区本身组织了一个 无毒联屋产销班 我们去 并东嘛 对啊 我想说 哪边人无同村名 但是我们去访谈了几次才发现 他说他们是第一次在乡里 筹筑 无毒农业的 联屋的 产销班 然后我说 原来是这样 原来林边 过去的联屋 没有一个农户得到吉原谱认证 所以他们 他们地方在做这样子的努力 那我 我是一个上电脑课 或是做电脑教学辅导的思维 我可以怎么帮这件事情被更多人知道 那所以我们跟这个产销班的班长啊 跟村里的伙伴一起沟通 所以后来这个事情促成了之后 就变成是产销班的这个团队 队员们都来跟我们一起上课 他要学的重点是 他如何拿着相机跟摄影机去记录 他们在争取这个无毒认证 他要有一些农业技法要改变 那他就要去记录这整个过程 过程对 那 生产履历啦 有点生产履历 对 那他们他们其实很努力 那所以我们只是用我们的一些能力 让他的努力更被看见 透过数位的方式 所以他们后来在社区的领导之下 他们产销班的所有的班员成立了部落格 然后在当年底 他们就想要利用自己成立的部落格 试着卖卖看自己家里产的联务 可能大部分还是交给航靠 就交给批发去做 我可不可以自己留 我可不可以自己留一百斤自己卖卖看 就是说他们就想要试试看 那后来的结果是说 他们每一个农户的力量还太小 所以我们后来变成说 由社区这边统一 把这一次产销第一批的这个临边 有吉原普认证的联务 透过社区的能量 然后就是做一些销售的尝试 那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后续 不见得是胖卡一定要从头到尾做完 因为他可能到一个阶段之后 我觉得我们阶段性的任务成果达到了 那接下来可能他要继续做得更彻底 就是他可能要变成一个品牌 那我们可以协助导入其他更多资源 比如可能是公关的行销的资源进来 那我觉得这个就后续再让当地的人来努力 这样子 等于你们原来可能一开始是说要教他们用电脑 对 结果其实你们完成了一个教他们卖 卖任务了 然后做一个这个起头与示范的动作 也就是说 我告诉你其实Facebook不是你低头滑滑这样而已 部落格不是只是po几篇文章就结束了 他可以是有策略性的操作的 然后他可以是有目的性的 那所以你可能对应到不是你只是生活上沟通使用 你可能可以落实到你的工作 你的不同的这个 金米我觉得这个这样子作为非常有意义 我很钦佩你们 因为过去用这种电脑尝试去帮助人 一般都是公司行号 公司行号对公司行号做服务 是 你们是一群热心的年轻人 对这种社区也好 或者是这个偏远地区的乡亲父老也好 让他们达成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就用资讯的科技来做成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作为 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节目回来我要再了解一下 你们这一群人到底是什么人 我想这个听众朋友一定很想知道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欢迎回到周末喜洋洋 我是节目主持人吴志洋 今天节目请到的贵宾是台湾数位文化协会的副执行长 吴哲明 他很了不起 他们跟几位好朋友 其实就是整个所谓现在很流行的胖卡 的一个创始人 他们当时是用这个小的这种面包车 载着一堆电脑器材跑到偏乡 原来是要教大家上电脑课 后来发现这个需求有所改变 他们直接来帮助这个偏乡的乡民 看他们实际需要什么 让他们变成说他们想做的事情 可以用资讯科技让他更快更有效率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我刚刚讲到这个乡民 这个乡民不是我们现在讲的乡民 真的真的住在乡下乡村的民众 叫乡民 可是我们的Jimmy 他也是另外一种乡民 Jimmy你们的这些创业伙伴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我们开始走的时候 我们都去乡下 回来都市 因为乡下讲他们不见得懂这个梗 回来都市的时候会分享说 我们就是网路乡民教真实世界乡民 这个就是一开始 其实我们一群同路好友们 都是来自网路上的乡民 就是台湾苏文化协会 其实也是从06年设立前后 其实我们在网路上办很多聚会活动 在05年 网聚 05年 06年开始 我们就办这个台湾网制青年运动会 全名叫这个 那大家每次听到说他是一群部落客去跑马拉松吗 不是 我们很宅啊 所以这个宅男下乡就叫宅配 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这些宅男们 其实一开始的聚会 其实是希望 也是关心台湾网路发展 所以其实部落格年会 台湾网制青年运动会 一开始的目标跟使命 其实每年在讨论的都是 网路如何让我们的台湾 或是一些社会议题 发展的更好 或更充分的被讨论 所以每一年讨论的重点跟主题 可能因为当年网路上发生了 不同的事件或应用 而有不同的讨论 像有一年是这个台湾成立了一个 就是父母亲的亲子的这个网站 叫babyhome 很多妈妈新手父母 其实就会在上面很热烈的讨论 那这个也是其中一年 我们邀请来做交流 与分享的一个主题 这个网站到目前还就是非常热络 那像09年莫拉克风灾期间 这个胖卡也投入一些 这个所谓网路救灾 但是网路虽然不见得能够真的 救得了灾 但是我觉得在疏通网路 这个灾害期间的灾情讯息 有很明显的这个帮助 所以其实09年 我们这个部落格年会 讨论的重点就是 网路如何协助救灾资讯的疏通 跟这个舒缓这个资讯焦虑 因为这样的经验 其实后来我们隔年 在10年的时候 我们到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通讯小组的会议上面 去做交流跟分享 当年10年马上就在泰国的水灾啊 得到实际的这个应用 对所以这也是就是 胖卡团队或是我们这个后面这一群 这个网路上的这群乡民好友们的能量 就是说大家在不同的领域 有自己的专业 那我如何在网路这个面向上面 大家有集合大家的力量 来解决更多问题 所以胖卡是一种方式跟途径 那我们尝试把这样子的概念跟逻辑 推到解决不同的社会问题的面向上面 那Jimmy这个了不起 我们以前都想说宅男宅男 或者是你们算是宅男吗 行动宅男 行动宅男 他们这个宅男呢 其实也能做公益 而且他们身怀绝技 几个斗起来 大家的智慧斗起来真的了不起 而且他们是现在所谓的乡民 那他们现在是把自己啊 宅男把自己宅配到真正的乡下 去服务这个现实世界的乡民 你们是虚拟乡民去服务现实的乡民 所以乡民跟乡民的美丽卸购 就是发生在这个事情 真的好有意思 非常非常有意思 所以你们这些这个公益宅男们 想得出这些新的一些模式 那有没有想到说 以后还要在哪些方面来继续推广 其实我们在跟这么广大的这个乡民伙伴们 接触完之后啊 因为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因为其实网路或是这些设备 本身是冰冷的 它没有特别的价值 它的价值是我用网路 或是用这些工具 做了什么事情 譬如说我们曾经在高树乡 一个妇女团体里面 他们照顾了当地很多新住民姐妹 那他们那时候我们刚好遇到的时候 他说他们现在社区 刚好没合一个当地大学的心理资商的资源 就是有学校老师愿意把心理资商的这个服务 带到他的社区里面 服务新住民姐妹 他说这个他在参与服务协助的过程当中好感动 因为这些新住民姐妹在农村里面 长期其实有些负面的这个心理压力 没有办法抒发 然后他们就是在这个教授 带这个资商的服务进来的时候 哇这个个别辅导 还是团体资商的时候 哇大家哭得稀里花啦很感动 他回过头来就问我说 那你们胖卡来上课可不可以也帮这些新住民姐妹 这个做自信心的这个提升或建立 哇出难题给我啊 我想说这个我去上 社会学跟心理学 对对我想说我第一次遇到这么难的问题 我是上个电脑课行动电脑教室 我怎么能够帮这个新住民姐妹 这个什么重建建立自信心这样 哇然后这件事情就是 我们就后来真的找了几个姐妹来聊 就是说了解他们平常关注的这些生活所需 还是我们尝试看网路上面有什么事情可以满足他们 就后来讨论到一个话题点上 他说他们很喜欢这个拍照 我说拍照 那你们拍照完都怎么处理呢 他说我们这里有两间 这个村子里有两间这个印刷店 充印店 这个生意都相当好 因为这些姐妹们就是 所有拍完照的照片 他们也是用数位相机 不是用底片 全部都洗出来 然后我们就想这个应该有意思 就是说我从他感兴趣的事情开始着手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村落里面规划了一个系列 专门给新住民姐妹 新住民妈妈们上的这个拍照 以及影像编修的课程 那也不是什么很pro很专业的老师去带 但是我们就是用我们日常 我们平常这个宅在电脑前面会用的一些服务技能 教他们操作 怎么存档 怎么基础编修 然后到最后我们就是做了一件事情 来满足他们 就是新住民姐妹之心建立这件事 我们就把最后一两堂课程 这个成果发表 就是他们会做作品 所以他们就把过去几堂课学的东西 跟他的作业 集合成一张图集 那这个图集 我们在最后一堂课就不要在电脑教室了 我不要在 我不要摆电脑了 我要大家一起到社区活动中心里面 发表 然后投影 让他站到台上去 讲他自己做的作品 然后重点是 其实他们平常晚上上课的时候 白天务农 晚上上课的时候还要带着 都会带着小孩一起来上课 我们也观察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说那个最后一堂课 这个在活动中心发表 最好是小孩一定要带来 最好他的老公公公婆婆都带来 然后所以 哇 这个活动中心就很热闹了 这个 我如果上课有十个姐妹 现场来了超过二三十个人 家属 对 然后重点是 一个姐妹 这个 这个他过去在这个 他的家庭里面 可能不这么被重视的新住民妈妈 他就一个人站到台上去 或是带他的小孩站到台上去 讲解他的作品 他做出来的照片的这个图籍 那我说 就是很多人是哭着下台 就为什么 他们下来的时候 大家会再继续聊 他说他觉得很感动 因为他从来没有 自己一个人站在台上 没有当过主角 我觉得很多 然后被这么多人看到 站在台上讲话 然后 他觉得第一次可能 连他的家人是在台下 抬头看着他讲话 不晓得他这么有自信 对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自己也学很多 就是说 你这个让我想到一个电影 一部印度片 叫做舅舅蔡英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我没有看这部片 他就是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家庭主妇 他们全家是很好的家庭 他们就嫌这个妈妈 不会讲英文 因为他好像是有点贵族 结果这个妈妈后来发奋图强 有一天 毕业了 出来在一个重要场合 讲了一段英文 所有的下巴都掉下来 哇 他从此以后 他在家里地位 大幅提升 很像 对 所以我们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也得到一些启发 所以我们自己也学到很多 所以 后来其实我们 越来越重视的是说 我车子开出去 到底解决了 刚才讲 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 然后我课程告一段落 到底留下了什么 以前我们会觉得说 社区说他 有这个社区宣传 网络宣传的需求 他觉得他自己需要一个部落格 或一个Facebook粉丝页 好 可是我们一开始 其实身为一个宅男宅女 就觉得 这个事情很简单 我过去 你告诉我 你资料给我 你告诉我 然后 我可能半个小时 就帮你做完了 我们以前也曾经做过 这个一开始 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 他们自己没有维护 一样啊 但是我离开之后 我再回去看 就停在我离开的那一天 所有资料 停在我那一天 我们就觉得这样 就是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我们希望的是 就是教他钓鱼 而且他 就是会 会开始 触类旁通 把这个事情想得 更完整 然后去找更多的资源 甚至 以后information 有知 那个问题 直接在网络上问我 开视讯问我 我觉得这个事情 才是我们要解决的 就是说 当你的社区或是你的服务 需要透过网络的哪些特性 来协助的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的专业带进去 所以后来我们就慢慢的转型了 就是说我们越来越聚焦的重点是 我留下了什么 所以当我把这样的数位能力 留给当地的服务团体 所以后来其实不只是社区了 我们跟联合券目合作 然后他们把一些在中南部的一些 社福团体 就是服务老人小孩 还是这个罕见疾病的 早疗孩童的这些团体 有些中小型 在中南部中小型的团体很多 我们就把这样的服务能量 带到这些社福组织里面去 后来我们其实到目前为止 都还跟联合券目继续在合作 我们就把数位能力跟社工 社福界这些社工专业能力 去做结合 然后让这些服务的 这个提供专业服务的伙伴 因为有一些web 2.0的服务 有网络的服务 他的工作效率提高了 他有当然可以更早下班 或者是说服务更多的 他的乡民 更到位 服务更多他需要服务的人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我们后来到目前为止 持续在推动的方式 因为我胖卡计划 其实走了7年第8年了 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服务能量 更有效率的做推展 所以这个胖卡 其实就是一群宅男 非常有爱心的公益宅男 把自己宅配到偏乡 用虚拟的乡民去服务 真实的乡民 然后他不是只教他们电脑技术 他了解他们的生活 需求 让他们觉得 学会这些资讯的技术 是对他们有帮助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胖卡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一个新的创业模式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欢迎继续收听 周末喜洋洋 我是节目主持人 吴志洋 今天我们请到的特别来宾 是台湾数位文化协会的副执行长 吴哲明 Jimmy 他们是一群 应该叫虚拟世界的 有正义感的乡民 他们满怀的理想 利用一台胖卡 把他们的这个资讯设备 带到偏乡 交这个现实社会的这个乡民 使用资讯科技 来完成他们的理想 让他们的生活 更有感觉 跟资讯更为结合 所以他这样子的精神 其实他们还得过台湾 应该是唯一的 国际上很重要的数位社群荣誉奖 这个是在网路界是奥斯卡籍的 我们请Jimmy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奖 这个奖很好玩 这个是2010年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朋友 他想要投这个奖项 叫做林兹 就奥地利 林兹店 林兹 就是奥地利第三大城市 林兹电子艺术9 那他起了一个计划 他只是很好玩 他想要来我们办公室借传承机 所以他就 那个 他自己起了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也是 一个电子艺术的计划 他想要投这个奖项 问说 你们胖卡要不要也来投一下 所以我们才知道 有这个奖项 我们好像也很符合 来 来投一下好了 来试试看 然后就是 就是按照他那个规格 就是 就是整理一下我们胖卡在做的事情 跟外国 应该概念上是跟外国人分享 就是说 这个就是关注电子艺术 后来其实 得奖之后 很多人知道我们得这个奖项 其实比较熟这个奖项的 多半是 艺术学院的 这个师生啊 因为 在艺术界 这个奖项还很有名气 那就是他就说 为什么你做胖卡计划会得电子艺术奖 就是这个事情是因为他们其实在 呃 这个奖项上面有六个大六个分项大类 那我们其实投的是数位社群类 Digital Community 就这个数位社群类 他其实要表彰的是 就是大家在 呃 数 呃 网路社群上面 如何做数位应用 嗯 他就不这么只局限在 你要有呃 很充分的艺术性 嗯 当然我们最后这个奖项 有六个分项都有首奖 我们并没有得到这个呃 分项的首奖 但是我们其实得到他下面的荣誉奖 其实每年大概有大概三千多件的头 头 头奖 嗯 呃 头 头 头案 这么多啊 对 全全世界嘛 嗯 那他六个分项有六个首奖 下面大概有十几二十个 这个荣誉奖 嗯 对我们就是这个 这个分项里面的 评审团特别奖啦 类似 类似这样子 对 那他只有一个首奖 其他都是荣誉奖 嗯 就是表扬 他也就是说 这个表扬性 是希望让全世界其他人知道 呃 这个奖项下面有这些人在做 这样子做事 譬如说他们可能觉得胖卡 觉得在遥远的 这个台湾的 小角落里面 有一个团队 他们数位社群的经营 嗯 会开着一台车到他们偏乡 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 跟当地的偏远地区的人 去做数位的互动 嗯 那他们觉得这个有意思 嗯 来就是跟大家 跟更多人分享 那我们家创办人 徐挺耀先生啊 他就是 他后来 就是每次在提这个奖项的时候 嗯 他觉得很感慨 嗯 他的这个 这个对这件事情的注解 就是 我们好像就是每天都在煮牛肉面 嗯 就是突然有一天人家说你得奖 但是你还是每天继续开门煮牛肉面 你的事情你不会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对你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但但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好处就是说 有更多人知道你在这里煮牛肉面 而且煮的好像还不错 这样子 不错吃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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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这我给我们一些鼓励啦 那是我觉得不改我们继续做这件事情的本质 嗯 对那只是这让我们被更多人知道 也有更多人愿意来关注 而且甚至投入这个资源来支持我们 嗯 你觉得这个胖卡这个概念 是 我们当然是用资讯设备去做资讯服务 对 呃 可是看板因为胖卡因为他有一个年轻人创业的一个梦想 是就像开咖啡厅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 是 开着一个车子 载了一些 不管上面什么设备 是 到一个地方去服务别人 听起来也是一个不错的梦想 是 所以在你的想象中 胖卡还会发生多大的影响力 我觉得胖卡计划是 呃 要传达的是一个概念 就是说一台车 车上载的设备 不管是想要创业的人的身材工具 还是想要推广这样数位落差服务的概念的这些设备 嗯 其实最重要还是服务的人跟这个想法 他被带到不同的地方 然后被落实 然后被 被想要买你这个餐的人 或是想要来上你的课 的这些民众所肯定跟支持的 所以我觉得呃 一台车移动 但是最重要其实还是我们刚才讲的要解决什么问题 嗯 然后我们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就是刚才提到的就用做简单的事让他有价值 有意义 有意义有价值 这样子 一台车 吐整台湾 是 但是你吐整台湾是要做什么 对啊 哎你不是说去玩耶 对啊 你要去做事情了 做有价值的事情 对 所以其实有价值是我我也自己注意到 因为我之前在公部门 是 现在这种到偏乡的以前都觉得好像很远 现在其实公路上面公路系统是好的 所以台湾的话只要有爱心有想法 过去像这种车队也好 或是单一的车子 有不同的形式到偏乡 比如说医疗车 是 大家到大医院不方便 那我有些东西我只要设备上装的 你看好多狮子恢复的设备都在捐的 有的做X光的 有的做什么抹片检查的 还有口腔检查的视力什么什么 胸腔检查的各种医疗巡回车 他就说意思说他不用为了 很少的人在那边盖个医院 这不符合成本 他这个是行动的 所以他这个医疗策略可以到处跑 不过我觉得好的想法或概念 需要被支持 而且是除了硬体之外的支持 精神 对 因为我其实有开始做这样服务的时候 其实有看到一些现象 我觉得也是跟这两大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 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地方可能是硬体过剩 比如说我第一次看到电子白板 这个工具 这个教具 是在偏向一个快要被废校的小学的分校里面 重点还不是只有一台 是每个教室都一台 每个教室都有 还不是只有教室 连什么教室会议室 仓库可能还摆了两台 那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很震撼 就是说我自己这个木电脑都要去教学 都不太容易了 然后我去一个好像很需要被帮忙的 很偏向的地方 结果他资源过剩 但他过剩的不是 主要讲资源 他过剩的是硬体 但他很软体还是很匮乏 因为东西捐过去 没人去搁 没有人教他怎么用 或者就一样 我们常常去讲说 譬如说我们看到部落里的小朋友 部落里现在还看得到有一些是投币式网卡 大家都去玩游戏 那我们可以想的一件事情是 我怎么样让偏向的小朋友 跟都会的小朋友 在遇到新的这个网路工具 硬体的时候 他会对这个工具除了电视游乐 除了游乐游戏设备以外 有更多的用法跟做法 对我觉得这是我们值得思考 他应该是在比如说 在偏向他一定很少图书馆 一定很少很少其他设备 你应该是透过这个 然后去了解更多的知识 可能不是我要把 譬如说买电脑捐给他的钱 应该是变成 我可不可以支持一些费用 让他在当地的图书馆办更多 知识性的 内容性的 软性的 教育 教育或应用 就是回过头 我觉得是我们台湾社会有个现象 就是比如说 就我们知道的 现在捐医疗院所的救护车 是要排队的 那为什么捐救护车的 救护人员的薪资 救护车的油资 就没有人想要去投注这个部分的资源 其实搞不好更缺 改善医疗环境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有车子的话 上面可以写 就是贴名字 某某某门捐赠 你捐赠钱 要贴在哪里 对 可是我觉得 这件事情就是 大家的迷思 就是说 大家落入硬体迷思 所以我们在第一线 见证这件事情 就是说 捐硬体到那个地方 并没有真的办法解决问题 就是你要让那个工具变得有用 才能解决问题 给人一堆吊杆 或很高级的吊杆 你又没有人教他入门 是啊 怎么钓 还是钓不到雨 还是钓不到雨 对 对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们看到的 所以我们后来 其实也想要更有效率的来 把胖卡计划 执行的一些经验 跟更多人分享 所以我们其实在 12年 13年的时候 成立了这个 公益交流站 N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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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交流站 其实也是聚合了很多 除了胖卡的 这个偏乡 数位落差服务 以及这个 非盈利组织 赔利的一些服务经验之外 我们也想要把 国内外的一些 社福团体 非盈利组织的一些经验 来做交流跟分享 那其实协会 台湾数量化协会 其实长期 其实连 可能大家有听过 用过的这个 泛科学 也是从协会开始 启动的 我们希望透过 网路 这样的 传递讯息 非常有效率的管道 更有系统 有脉络的 把我们知道的一些讯息 整理之后 跟更多人分享 所以胖卡 其实下一步 除了持续做 这个非盈利组织 的一些 数位 赔利或辅导之外 我们其实更着重于 怎么样把这些 辅导或赔利的经验 带给更多人知道 而且关心 所以 我刚才讲的问题 其实透过这样的方式 也有解法 就是我要开始告诉大家 我们在第一线看到的 不是这样 请大家不要再捐 就是在办公室里找 搜寻要捐的对象 然后就捐一些硬体 丢到那里去 然后就觉得你好像解决了什么问题 所以你就不喜欢讲所谓数位落差 因为数位落差 人家想要弥补就好像觉得赶快捐个什么东西过去 事实上是有过剩 但是又实际并不使用到 另外就是说 其实好像您的观察里面说 真正的数位落差 反而不是所谓城乡之间的这个问题 而是在存在每一个人的家里面 对 有点是世代上面的落差 是不是这样 数位落差 本来就跟世代落差是 是有高度相关的 所以我们其实说 我们可以尝试观察 我们自己隔代的长辈好了 就是说他们可能平常 日常的这个生活习惯 就我就观察 这个我自己家里的这个阿嬷 他可能在家里 晚上现在八点档看不完了 就是因为八点档 现在播两个小时 播到十点 他都受不了 都要早点睡了 隔天早上起来 然后弄一弄 中午吃完饭 他还要再看一次重播 然后再去睡午觉 那其实数位的工具 除了这些 怎么样子拓展 或是也陪伴这些长辈 除了电视萤幕 电脑萤幕不行吗 手机平板萤幕不行吗 那怎么样接近他们 那其实随着现在网络应用服务 社群服务的普及 我们发现很多中高龄的长辈 也开始用比如说Facebook 开始用LINE 跟他的亲朋好友 或是小孩做沟通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有些长辈真的会用以后 他反而比我们 是更重度的使用 对 所以我说这个事情 除了数位落差 每天已经固定跟你问好 对 不讲数位落差了 我们应该讲数位陪伴 最后其实要讲的是数位包容 数位工具不是一个 必要学习的一个教学项目 不是 他应该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好 我们今天听到Jimmy 很多的这个数位的这个数位金啊 就证明一件事 我们的宅男乡民是有用的 而且非常棒 他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好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